从2004年到去年,本地医院一共成功完成了约880宗肾脏移植,290宗肝脏移植,以及50宗心脏移植手术。 这包括活体和移体的捐献。一般民众对人体器官移植法令了解多少? 不知道,不知道,可是常常听都有听过,就是没有深入的了解。 就是假如有没有预先去奥保,你的器官就会核荷。 人体器官移植法令经过三次修订,在2004年也把可移植的器官从肾脏扩大到眼角膜、心脏和肝脏,也包括非意外死亡的脑子病人,这让更多患者受贿。 19岁的林哲宇和17岁的林思佳,因为父母的基因有缺陷,从小肝脏就出问题,必须换肝。 心痛,已经不足以形容母亲的心情。 好像不可以接受,所以我们都说还只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所以那时候的心情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未来了,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对,很茫然。 不过很幸运的,哲宇在两年前获得一位试试者的肝脏捐献。 而她的妹妹林思佳在等待了四年后,也在去年获得这位林国成先生的捐献。 母亲说她简直难以置信。 就是觉得,事实上真的有好人吗? 真实,这是真实的。 Mr.林他是非常大爱的一个人,会真的真的是难以置信。 而且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就是陌生人,也很佩服他的勇气。 私家完成手术后,莉林也和军宪者林国成取得联系。 两家人原本互不相识,现在就成了好朋友。 55岁的林国成在人生低潮时,曾参与过医疗临床试验。 过程中也了解过移植手术,所以对器官移植并不陌生。 和其他捐献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指定移植器官的对象。 我感觉,既然我的肺炎仍然在好形,我希望能传送到最后的生活。 然后,他将会发生过后,会发生过后,会发生过后,会发生过后。 一般人会愿意捐行器官吗 没儿股如果适合的话 我只会愿意现在我还健康的话 捐给我的亲人 教育老师我愿意捐 这个十三嘛救人 因为我们老师都没有 自己都没有什么没用 如果我还健康的话 而且是我比较亲密的人 我一定会愿意捐 但是可能不懂的人 我看我有点犹豫了 其实当国城告诉姐姐林宝珠 她要捐出肝脏 而且是给一个陌生人时 她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极力反对 我一开始不是很赞成 因为我觉得我会很担心 如果万一手术不成功的话 她可能 我可能就没有一个弟弟 然后我也担心她的身体 能够承受得了这样大的一个手术 肝脏医生说 肝脏的排斥几率 没有其他器官来得高 而且切除部分肝脏 捐出之后 捐腺者的肝会再长大 所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另外周炳聪副教授发现 多年下来 无论是移植手术的技巧 家户护理或药物的利用 都有了改善 接下来 他们将研究开发新的医疗程序 希望能够提高病患的存活率 例如说在筛选活体捐肝者方面 我们慢慢地用三维研究 或甚至现在我们在研究 使用三维打印 来更好地了解 捐肝者的肝的组织大小 使到捐肝手术比较安全 一般上现在是应用冷藏 来保存这个肝脏 外国有不少的临床研究显示 把这个肝脏在正常人体体温 给它供给氧气的保存率 会提高它的素质 我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研究 以增加这个胰体肝的素质 如今看见斯嘉健健康康的生活 保珠也改变了当初的想法 他整个的脸色气色都很好 然后也很活泼 就给我感受到我的弟弟所做的这个决定 是他愿意把这个祝福 把这份爱传承给下一代 那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一个决定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希望就是借着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达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帮助 祝福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一场大病损害了他的心脏 在等待心脏的过程中 他怎么活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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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